他在今天接受政统专访的时候 对于总统大选他其实讲了很多 第一个当然要问他票要投给谁 他这一点是没有松口的 他有一点问他2020要不要出来选 他说2018他要不要选台北市长 他都还没有决定 就像明天早餐你要吃什么 你现在问他他也没数 好接下来他就说了国会其次的这部分 他倒是有所谓说 他说经过了这一次大起台之后 应该是两大两小的局面 而且他非常努定 他说民进党现在看起来 应该还是会单独过半 57期加1期2期 没有改变之前柯文哲的预测 他说另外一个大党应该就是国民党 但是他是没有办法预测他的席次 两个小党对他来讲是时代力量跟亲民党 之前他一直很看好的民国党 他说这次政党的得票数应该不会太高 而对国民党影响最高的 他今天把他举出来了 他说就是新党了 如果新党的政党得票数跨过了5%的门槛 那这一次国民党应该会选的 很惨 我那个发言的尺度是挺重的 因为他们血压会有的血压高有的行动 不能没有强心上 116所中这三票就算稀有所属 报告王柯文哲口风有够紧 但挑战双城 被说再哭总统路 他就有话要说 我猜应该是两大两小 这两小会多少很难一测 两小是哪两小 哇 你在那两个 实在力量跟清兵党 民国党我也不知道 但也许会过三点 新党过得到国民党就差了 跨身政治算命师 柯文哲铁口之段 政坛局势变化 蔡英文笃定慎选 经济跟中国大陆的压力 是蔡英文的两项挑战 老百姓给蔡英文多久的所谓蜜月期 我猜要给他半年 台湾的老百姓 那年是指五月开始吗 五月开始啊 就是到年底 到年底 但是我读了国民党 我就说你们不要那么悲观 我说过008年 民进党扔的岁数字 你现在比较差 人家不到七年就起床了 国民党现在是扔的岁数字 但是不诺实 毕竟政治风水轮流转 国民党要如何扳回颓势 控制用自己的双城单车型当教材 你只要不要说话笨 我说这个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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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也成为柯文哲2020 会不会攻向总统大卫 还未完成的霸气 这里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